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小米山寨大王 全球親共大亨 都慘了 都被坑了 花蓮強陣已有95國元首政要慰問臺灣 日本宣布捐百萬美金 習近平心裡在想什麼 一個重要跡象泄密 俄羅斯投入1.21億美元發展AI 追蹤公民一舉一動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5號 星期五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小米山寨大王 全球親共大亨 都慘了 都被坑了 中共電動車來勢洶洶 並掀起價格大戰 歐美日電動車廠 倍感壓力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表示 中共生產很快席捲全球 但在優秀的製造能力下 全球產業殺戮也伴隨而至 臺灣6產業正是承擔中共殺戮的最前線 美媒商業內幕以中國的小米剛剛向蘋果展示了智慧手機製造商 如何製造電動車為題 介紹了小米SU7的售價 以及發表會後不到30分鐘訂單就已突破5萬輛等訊息 報導中指出 和蘋果一樣 小米以銷售智慧手機而聞名 今年前6週 小米在中國大陸智慧手機市場的市佔率為13.8% 低於蘋果的15.7% 但文中提到的一個問題 小米是如何做到蘋果花了10年時間去做的事情 謝金河在臉書發文指出 DJ Times專門提及Apple十年造車功敗垂成 但小米只用了3年便告解 這是中國製造 儘管中國生產很快席捲全球 但謝金河認為 再好的產業也沒有太久的好光景 最具代表性的是面板 2004年 許文龍說 這是百年以來最好的產業 2009年他把奇美賣給全創 後來是太陽能電池模組 到LED 現在水泥 鋼鐵 石化業都陷在產能過剩的殺戮中 謝金河說 今年的電動車看起來不妙 最近美國有一家對沖基金經理人 在CNBC頻道上說 特斯拉會破產 目標價下修至14美元 這是難以想像的預測 最近要展開中國型的業輪很早就警告 中國特定產業產能過剩 對全球造成威脅 謝金河直言 這個現象不斷加劇 也印證中國製造的恐怖能力 全球產業殺戮也伴隨而至 臺灣正是承擔中共殺戮的最前線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小米是山寨大王 馬斯克把電動車生產線設在上海 技術就讓中共偷去了 小米做手機也是同樣情況 可以山寨蘋果手機 全球親共大亨 遭中共忽悠都慘了 以庫克和馬斯克為首 都被坑了 遭遇中共舉國之力的打壓 所以股價大跌 小米並不是一個人的力量 背後就是北京政府 是另一個華為 但中國人慘了 小米坐電動車 山寨柴油車保時捷 底盤設計本應不同 小米照搬的結果就是轉彎車飄移 會帶來生命危險 中國的山寨電動車用低質量材料 所以就會出現撞馬路邊上不僅爆胎 連車骨都變形了 也總起火爆炸 這麼重大的安全隱患 不許媒體爆 花蓮強陣已有95國元首 政要慰問臺灣 日本宣布捐百萬美金 花蓮外海3日發生規模7.2強陣 有幫與理念相近國家政要紛紛表達慰問與關心 而累計至今已有包括美國 英國 日本 菲律賓 印度 泰國 以及歐盟等多達95國政要 對臺灣強陣 表達關切及慰問 總統府發言人林玉禪昨天表示 再次感謝國際友人給予臺灣的真切關懷 祈願遭受震災的傷者早日康復 逝者安息 政府各相關單位持續協助花蓮縣政府進行災害復原工作 中央地方與全體國人共同努力 使受災地區早日重建 花蓮民眾獲得更多資源 讓國人盡早恢復日常生活 日本外務省更宣布 對臺捐助100萬美金協助災後重建 總統府也對此表達致謝 林玉禪強調 正如岸田首相所說 臺日兩國是海島鄰居 臺日同處地震頻發地帶 過去曾攜手度過許多挑戰 是相互扶持的堅實夥伴 習近平心裡在想什麼?一個重要跡象泄密 4月3日 《日經新聞》發表了熟悉中國事務的資深媒體人鍾澤科爾的文章認為 以香港來說 其繁榮得益於其自由氛圍和所謂一國兩制下運作的普通法制度 然而香港的自由正在消失 文章表示 習近平政權在喊出高標準開放的同時 又在推動中國式的國家安全 也就是中共的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 而後者才是優先於其他政策 包括經濟政策的優先事項 2019年 約100萬人走上香港街頭 舉行了史無前例的示威遊行 反對港府的引渡法案 次年 習近平政府迅速頒布 並實施了《香港國家安全法》 香港當局在上個月實施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自己的《國家安全法》 即23條 23條的實施 是定死香港自由的最後一顆釘子 由美國資助的自由亞洲電臺已經宣布關閉香港分臺 原因是新法律下的安全問題 中澤克爾寫道 國家安全第一原則的最終目標是確保中共的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 也就是要確保習近平政權的安全 一些外國公司已經縮減了在香港的業務 遷往新加坡和其他中心城市 許多香港人也紛紛逃往英國 臺灣 加拿大和日本 商業活動和焦慮市民的外流 也影響了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中國大陸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 中澤克爾最後寫道 香港目前的情況表明 中共的政策是多麼自相矛盾 透過香港這個棱靜 我們可以看出習近平的想法 俄羅斯投入1.21億美元發展AI追蹤公民一舉一動 透過AI人臉識別監控公民 並非中國獨有 愛沙尼亞記者近日掌握到的一份外洩文件顯示 克里姆林宮正在部署一項由人工智慧驅動的監視行動 利用臉部識別技術來識別公共活動中反對政府的人 《華盛頓時報》報導 根據總部位於中歐的V-square 和國際調查人員審閱俄國外洩文件發現 普丁當局計畫在2024年至2026年期間斥資1.21億美元 發展用人工智慧系統監視公民 新系統已被用來協助逮捕參與已故反對派領袖納瓦尼藏禮的人 先前也曾在參加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足球賽的球迷身上進行過測試 研究歐洲和歐亞大陸民主和技術的自由之家研究分析師貝克指出 人工智慧長期以來一直被用於監視 但克里姆林宮的系統正在將事情升級到不同的層次 甚至俄羅斯的人工智慧系統下一步可能會轉向烏克蘭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萬分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字幕志愿者 見人